特朗普獲勝之後,市場的資金流動有什麼啟示? 特朗普勝選後的週三當日,美股的ETF資金流入達到180億 若為平日金額16倍,除了流入500 ETF SPY高達46億之外,主要集中在特朗普交易的銀行、加密貨幣和業務以美國為主的總小型企業 拿數2000的ETF IWM當日流入的資金達到39億,創了37年以來的歷史紀錄 另外地區銀行ETF KRE資金流入也創下單日的歷史紀錄 不過債券的投資者持續拋售,推升了利率就高 美國第三季度財部接近尾聲當中有什麼市場觀察? 隨著第三季度的財部季接近尾聲,相較於市場的預期 正面會股盈利的驚喜數量和幅度都是低於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不過標指本季度的回股盈利的增長就繼續保持第五個季度的增長勢頭 截至目前,標普500指數已經有91%公司公佈了2024年第三季度的財務結果 這些公司入面75%的企業回股盈利是能夠超出市場預期 但這個比例雖然低於過去五年的77%平均值 但跟過去10年的75%平均值持平 整體來說,公司報告的會股盈利平均比預期高4.3% 同樣低於過去五年的8.5%和10年的6.8%平均值 展望未來分析師預計標普500的盈利的年增長 例如在2024年第四季度達到12.2% 2025年第一季度達到12.7% 2025年第二季度達到11.9% 全年方面,2024年預計實現的盈利增長的年增長率是9.4% 2025年預計達到14.8% 估值而言,未來12個月的市盈率是22.2倍 高於過去五年的平均值19.6倍和10年的平均值18.1倍 今個星期有什麼市場焦點? 展望本周首要的市場焦點就是美國的經濟數據 聯儲局一如預期減少了0.25年後 主席鮑威爾表示12月的利率決定都會視乎經濟數據議定 因此美國的經濟數據依然是一個重點 本周最值得關注的是週三公布的10月消費指數 市場預計10月的CPI按年增2.6% 高於前一個月的2.4% 按月升幅是0.2% 核心CPI預計按年增3.3% 和前一個月相同,按月會升0.3% 另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數據就是 星期四公布的10月零售銷售值 市場預計按月會升0.3% 必除稀有和食品以外的零售銷售值會升幅是0.3% 如果數據是符合預期的話 美國的經濟依然是良好 而根據亞特蘭大GDPLOW的工具顯示 美國的第四季經濟增長率了為2.5% 而第二個焦點就是 星期二至星期四都是聯儲局官員發表講話 聯儲局公布議息結果之後 巴威爾也會再次在星期四再次發表講話 另外第三個市場焦點就是藍籌的規矩 在科技秋紅公布他們的規矩之後 本星期的藍籌入面就有迪士尼最值得關注 另外第四個市場焦點就是比特幣的走勢 今天特朗普揚言要將美國打造為比特幣之刀 因此比特幣的追身價格已經升破了8萬美元 這幾個位置